好我们就来讨论一下了 马上要见这个王金平 那王金平呢 今天也会被记者问道挖 有没有所谓消费的问题 他说谁消费谁还不知道呢 这个光晴我们来讨论一下了 这个不知道今天这两位 到底会怎么样呢 难道说王金平就会像苏贞昌一样呢 这个讲话好像免礼真一样 不断的会让蔡英文尴尬吗 会这样吗 其实今天我们且看王金平 王院长他的政治功力了 我觉得今天会是一个 敞开死亡交叉的一个问题 这么严重吗 到底谁消费谁 你放马过来 但谁比较高招 其实今天就可以 由王金平王院长身上可以看到 但是我是 如果我跟这个蔡英文建议 我会跟他建议说 你这个请义之旅 到此可以停掉了 其实可以到苏贞昌那一局 你就可以停掉了 因为苏贞昌那一局 有开始的一个 蔡英文的一个生命之旅 他已经昨天那场就是 把蔡英文整个 原先他是用过皇后出巡 我灵性众生的那种姿态 尤其到了彭怀南那一局 我们就感觉他消费 彭怀南或者这个议题 发酵的非常严重 可是自从看到这个苏贞昌 我苏家最大嘛 然后我极尽成口舌之快 我把你的脸洗来又洗去 还要靠柯建民那边想要声援他 后来没办法进场 而且全程又开放 所以变成一个尴尬的一个请义之旅 再加上郑英文讲的没有错 你去你以为高来高去就可以 没想到碰到苏贞昌 步步进逼 打破砂锅问到底 我跟你豁出去了 那所以他后面会碰到一堆苏贞昌们 纵使不等同于苏贞昌们 可是这些人都不是好惹的 从王金平开始 可能还有宋楚于御明或许心良 这些人要不算是老谋生算老狐狸型的 要不然就是政治高手 而且才是政治大内高手 那你今天蔡英文 你那几把半招两次的那些功夫 一招半次的 我还要给他减半 减半也够可怜 一招半次那些功力 我觉得遇到这些大老级 真的是大内高手型的人物 我觉得他相形见拙 所以出错的几率是非常高 所以情义之旅 这些人你去拜访 变成说大家给媒体就是吃饱饱的 你一战又一战 但是对他选票是不会加分 搞不好绿营的这些官 这些支持才觉得你莫名其妙 你给舞台给人家干什么 对而且其实这个我们看到连这个昨天呢 这个苏贞昌跟这个蔡英文见面 这个连吕秀莲都有话哦 那他甚至还说 其实呢他好像有点担心啊 就是说真正以后这个蔡英文 如果是要见胡锦涛了 或见习近平了 会怎么接招啊 是不是在替他捏一把冷汗 姚老师您怎么解读 对了我对理解啊 他们的规划先国内后国外 先绿营后蓝营啊 因为因为他没有执政包袱 是他所需要的只是透过各种场合 把他的主张提出来 当然最敏感的是两岸 那我相信中国不见得会 不应该会配合了 可是他们也不会拒绝掉跟蔡英文见面才对 蔡英文应该已经取消了中国的知识 我认为啊 我的理解是他的幕僚们在讨论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有没有可能走香港啦 或者走澳门这种地方 后来觉得还是应该在国外第三地 与中共有关的官员不期而遇 然后谈到两岸的关系 因为他一定要向中间显明 抛出一个讯息在某一个程度上 说我的两岸关系并没有那么极端 我也不会取消EKFA 我也不会主张台独或改变国号这样子的主张等等等等的 他一定要透过方式来把这个message传给中间选民 这是他的罩门 这是民进党选票的界限 他要想办法丢掉 另外一个就是他要展现他开明的形象跟一个气度 很可惜从苏天上开始他就失败了 我觉得他的失败的原因是他想用虚伪的方式来做 那他起苏贞昌 我相信也没有要羞辱他的意思 他昨天等于霸凌了蔡英文 啊 苏贞霸凌了蔡英文 这么严重啊 那个等于言语霸凌 那个几乎是不留情面的 对 用了六次 你就直接说吧 等于是不要弱入术了 你不要弱入 而且居然到最后还讲说我们谈点轻松算了 你想想看我一个人跟你很正式的交朋友 两个很正式的人 我今天来看洪威讲了三句话以后 他说我们不要谈正式 我们谈点轻松好 就表示他根本对你没兴趣了吧 嗯 他不要跟你谈话了 对 那这种概念就表示他已经看出你没有诚意来跟我谈话呀 嗯 这个不难看出啊 你来跟我谈你要最起码要让对方感觉到你的心事不是利用我 是 欺骗我或虚伪的 嗯 只是要媒体一个镜头 那你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你就不要去看王金平 不要去看宋宋宪 因为这些人 哎 以前虚伪的比你还厉害的 啊 那你虚伪不了他们的 用白话回去说 你虚伪不了他们的 那在政治上因为虚伪的假来假去太多了 可是这些是高手 是 所以我觉得除非你是诚心诚意 我相信就算敌人 嗯 也会以理代之 嗯 奉杯茶给你谈谈问题 你问他两岸 他可以直接跟你说我认为你怎么民进党主当错了 他可以讲得很清楚 可是你的心若是假的 啊 欺骗不了人 是 好 所以观众朋友我们看到之前有去跟吕秀莲 请议 后来呢 又请彭淮男到家中做作 然后呢 后来又在苏贞昌的这场会面呢 真的是又灰头土脸 今天下午要见王津平 蔡英文是不是真的是越见越 越伤心 点点点 这个接下来呢 还有宋主席啊 或者是玉老啊 还有许姓良这多位大佬 到底是该见呢 还是不见呢 哎 宏伪你觉得这个玉老跟他见面几率高不高 我觉得蔡英文呢 她现在拜访 准备拜访蓝银大佬 应该是有高人指点啊 因为总统大选 基本上大家都是在去争取那一段的中间选民嘛 那所以她那个姿态也要表现出来 那当然她定调为请义之旅 但是从彭淮男到苏贞昌 大家都认为你这个请义之旅已经变形变成消费之旅 那既然所谓的消费之旅 你要付一些代价啊 所以我觉得 其实玉主席的部分啊 因为我没有问过他 应该是他 还是要他自己来决定 可是我觉得 不管是宋主席或者是玉主席 我想他们都不是失礼的人 就是说 那么这样的一个后背啊 后学嘛 他要来见 应该不至于不见 但是见面不重要 重要的是谈什么 就像苏珍昌 为什么苏珍昌变得很不耐烦 你到底要跟我谈什么 你也不讲清楚 然后大家高来高去 对不起 我没有这个时间 也没有这个必要 陪你去演这一出戏 所以后来苏珍昌变得讲说 没想到主席还真的爱演戏 我想对 对这些 真的在政治的路上 可能他吃盐 比你吃的米还要多 对这些政治大佬们 那今天就算大家要配合演戏 要谈些什么 所以我不知道 与主席最后会不会见蔡英文 如果蔡英文 要来建议与主席 我可能 我个人可能 我会有一些建议 至少有几点我们要问清楚 第一个 你要不要特赦陈水扁 谈清楚嘛 我觉得你今天要建 蓝英的大佬 这些东西 你都还谈不清楚 你来建什么呢 还有一个就是 你对于九二共事的看法是什么 还有 你承不承认中华民国 现在民进党动不动 就把这个什么卖台 或者说变成中国的行程 把这把这些那个 颇奔颇死 颇在马英九头上 可是在民进党执政的时候 他们从来没有真正的 那个在在陈水扁 说中华民国是什么挖钩啊 对不对 这句话 大家都到现在都记得很清楚 是 好今天 如果你会重新执政的话 你是不是真的承认中华民国 我觉得这几个问题 要你今天要建这些蓝英大佬 那可能每个人关心的不一样 这个时候你必须要有所准备 所以换句话说 如果在到时候 他真的跟这个蔡英文见面的话 这蔡英文如果这些问题 通通答得很模糊 或者是答不出来的话 那真的恐怕要等着被预老 或者是送主席消费了